大家好 我們是張士大化學系林洋衛老師的奈民分析實驗室的學生 我們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非牛頓流體 然後這是我們一般的牛頓流體 就是水 它不管怎樣都會保持它液體的特性 非牛頓流體它和一般水不同的就是 它的年度會學著你壓力給它改變 它分子之間會重新排列 所以它會變硬 如果我們輕輕的它就會保有一般年度小的特性 就可以戳下去 然後我們先首先我們先來試一次它年度大的時候 然後我們現在要慢慢來我們可以大家可以開始找錢 然後我們這裡面有放錢大家可以找一下 下面也是很緊張素的 可以下去過、次代看